中国政府企图延伸势力 涉嫌在全球设置超过50个海外警察服务站 搜捕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 加拿大皇家骑警当地时间22日 针对相关调查发表声明指出 多伦多省与科技重镇万锦市 设有多座未经申报的中国警察服务站 已经严重威胁到加拿大国家安全 中国公安机关坚决依法打击各类跨国犯罪活动 严格遵守国际法 充分尊重他国司法主权 中国外交部不断否认 透过海外服务站搜捕异议人士的指控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还辩称 设置服务站的用意是协助中国公民 更新证件等行政事务 并没有非法调查当地人士 不过西方国家认为中国不仅借此恐吓 威胁骚扰反对派返回中国受审 还可能与北京中央统战部门连结 拓展海外影响力 加方应该停止发表 有损中加关系的言论 中方对加拿大的内政不感兴趣 早在几年前 加拿大与中国关系就开始急剧下降 美加两国政府在2018年逮捕并拘留 华为副董事长兼财务长孟晚舟 引爆美加与中国兼激烈的外交战 而今年聚团的领袖峰会期间 习近平当面指责杜鲁道泄漏会谈内容 让两国紧张更显而易见 对中国挑战国际社会的行径感到十分不安的 当然还有加拿大老大哥美国 美国媒体报导首都华府上空禁飞区 近几个月来出现数百架中国制无人机 美国国会非常担忧 这恐怕是中国间谍活动的新手段 美国政府高度关注 由中国政府资助的无人机制造大厂 大疆创新 虽然大疆创新一再强调 无人机设有地理围栏限制 无法进入敏感地带 不过用户却可以透过检掠方式 操纵无人机飞越近飞区 引发搜集情资的嫌疑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卢比欧警告 任何中国科技产品都存在风险与漏洞 都对美国国安构成相当程度的潜在危害 华语新闻谢仲岳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语新闻